看看新闻吧 继了一个半小时 在起诉中 黄毅方面提出了三项请求 要求霍斯燕停止名誉侵权行为 将发表于2011年10月17号起 三篇对黄毅不利引设 和指名的微博内容删除 向原告黄毅赔礼道歉 道歉内容在新朗微博中刊载 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由于考虑到原被告双方 均为公众人物 法院希望双方能私下和解 而双方律师也达成默契 均为接受媒体采访 为此娱乐星天地记者 刘先生对方表示 是否愿意接受调解 还要看霍斯燕方面的诚意 黄毅和霍斯燕的这场 名誉权官司 原由要追溯到2011年10月17号 演员霍斯燕突然发出一条 措辞激烈的微博 暗指圈内某位女演员 常常在新片上映时扯上她 正在大家猜测 霍斯燕针对哪位同行时 还有指名道姓 直接act了黄毅 这一年多来在各种网站 论坛 微博 黑我是小三的人是谁 请你不要再颠倒黑白 谎话连篇了 我也有底线 你不觉得活在黑暗中很可怜吗 把你拉出来晒晒太阳吧 我陪你 阳光很好 生活是要幸福健康 这两条微博已经发表 立刻引起一片哗然 因为此前多家网站都曾披露 因为霍斯燕介入黄毅 与前夫姜凯的感情生活 才导致两人离婚的传闻 此后又牵扯出了霍斯燕黄毅 及其前男友之间的情感纠纷 由此有人推断 霍斯燕的这几条微博 正是为了回击黄毅 面对霍斯燕方面在微博上的谩骂 黄毅及其团队协商后 决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问题 2012年3月 黄毅正式向静安区法院提出诉讼 状告霍斯燕名誉侵权 从昨天起 黄毅小姐及其团队 深受霍斯燕小姐 在微博上的某些不当言论的不尽困扰 为了保证日常工作 正常开展及司法公正 黄毅小姐本人 在近期将不会做任何回应 现已委托其律师全权处理 并保留对一切造谣和诽谤言论的 法律起诉权利 感情之事 掠得者永远怀有不安的阴影 这是必偿的代价 切勿切努于人 我真的不想多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真的是 有爱词到我的名字 跟我有关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有我自己的态度 我觉得争吵不是解决的一个办法 我呢还是觉得是 要与人为善的一种态度 跟谨言慎行的一种原则 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那所有的是非都可以放在阳光下 任人去评判 据了解 该案将在数日后进行第二次审理 娱乐星天地节目也将持续关注 娱乐星天地 顾宁童 上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